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彻底清除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词汇了 我们跟老师大声对变 eliminate 彻底清除一些不想要的东西 把它彻底除掉连根拔了 我们先看个英文解释 它表示 to completely get rid of something 完全地清除掉赶走某个东西 怎么样呢 that is unnecessary or unwanted 把那些什么呢?定义从句 把那些多余的或不想要的东西彻底清除掉 就彻底清除多余的或者没用的 或者不想要的东西 注意这是极物动词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many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been virtually eliminated 这用的被动叫be eliminated 因为它极物动词可以用被动 infectious就是传染的 后面这个加diseases就传染病了 我们来读一下传染病这个端语 infectious diseases infectious diseases 传染病 virtually是几乎差不多 很多传染病都几乎已经被清除了 但是零星可能还有些病例 但几乎差不多 已经没了 可以用这个词 是几乎差不多 还有呢 本文中用在 eliminate这个非常文言的正式搭配 可以背下来 这黄颜色的搭配可以背起来 the credit card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cash or checks 有了信用卡之后呢 就不需要现金和支票了 这个使某事成为多余的 不需要什么东西了 这个搭配叫eliminate the need for something 字面意思是清除掉了对某个东西的需要 就是不需要做某事了 对吧 不需要什么什么东西了 eliminate the need for 这第三成单数 接下来给s 咱们再回顾一下 the credit card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cash or checks 有了信用卡就无需现金和支票了 这个支票还是用的美式偏写 英式偏写是cheque 美式呢把que去掉或者ck 美式更好读就check 这个从发音是一样的 美音呢更不容易读错 因为ck嘛就是发刻的声音就好了 这是清除一些不想的东西 但是我们说表示除掉消除清除 跟它做替换的词非常多 在写作中可以替换的有 以前remove大家最熟悉 还可以刚才在英文解释里出现的get rid of 也可以 或者干脆用root out 这个root当动词来用 字面意思就两根拔了呗 根除 或者eradicate比较书面化的词 也是根除彻底清楚 这几个可以把它同时记忆 我们大声读一遍 remove get rid of root out 注意最后一个 eradicate eradicate 彻底清楚 最后这是书面语 这里面有词根 你发现那个radi 四个字母放在一块 它表示root 就是表示植物的根 你像这个大萝卜 radish radiash 萝卜就是植物的根 所以本身有根 刚好那字母意呢 可以表示出来 刚好根除叫eradicate ate是动词字根 再读一遍 eradicate eradicate 根除 我们看搭配呗 eradicate crime 根除罪恶 这crime可以表示 一桩两种的罪行 是可数的 但表示罪恶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eradicate poverty 根除贫困 咱们都可以用它 这是根除 彻底清除了 但我们做个辨析 还有一个词叫废除 根除是一个不小的东西 废除呢 是旧的制度啊 旧的习俗啊 把它废除掉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abolish abolish 这是废除旧的法律 旧的习俗 旧的制度 你像abolish slavery 这叫废奴 废除奴隶制 再比如说 abolish capital punishment 有时候也可以叫 abolish death penalty 意思一样 叫废除死刑了 死刑 这两个表达都很常见 我们分别读一下 capital punishment capital punishment 再读第二个 death penalty death penalty 好的 这个叫废除 这个把清除相关的几个词汇 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单词 跟老师看到这儿